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没有什么玄机真的都是一面倒的看好力多吗 还是有潜藏的危机 那当然盘后辉达的股价已经登上了1000美元大关 那激励台股今天指数的部分是创新高 其中两大工程包括台积电跟鸿海 你赶上了他们的涨幅了吗 那未来还有没有机会再上车呢 至于说中小型个股的部分 我们一再强调就是轮动的节奏很重要 今天散热族群回到一线的大场 包括高架股的双红齐红领军 还有高力表现也非常好 但是二线股的部分 今天震荡有点剧烈有点大 该怎么看待呢 机器人部分今天演出了半场好戏 但是下半场之后 直接由红翻黑快速的下杀 那是不是机器人涨多了 在这里差不多要回档整理了呢 另外AI饥渴股的部分 那除了秦城今天有表态之外 其他的小型股 这里到底要站在买方还是卖方 最后则是提到关于中共军演的部分 那今天虽然指数受到的影响不大 可是族群的调整非常非常激烈 军工股当然受惠上涨 但会不会只是昙花以前的题材 那反倒是跟内需有关的 还有两岸有关的 像观光 航空 营建 资产 这里该不该先快闪一趟 那待会儿呢 我们都会把操作的要领 进一步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呢请务必到YouTube频道 搜寻股市权威 陈威良按赞订阅 并且欢迎多多的分享 那今天大盘指数 其实呢变化不大 可是呢这有点像是 你看到呢海平面上风平浪静 可是呢海平面底下 却是波涛汹涌 指数的部分呢是创新高 没有错啦 但是呢创新高涨的是台积电 涨的是红海 涨的是一些大型的电子全脂股 但今天中小型个股 其实调整的情况非常的剧烈 首先呢我们快速来扫描 几档盘势当中的热门焦点股 散烈股的部分 尼德科超重 今天希望你们呢 没有因为冲动进场追满 那因为呢 他尾盘是快速的下沙翻黑 那震荡呢 其实差不多来到了一层的幅度 换句话说 今天如果不小心追高的人 等于要 等于要就是吞下一根跌停板了 那另外呢 2241 艾姆勒 今天股东会 之前呢市场上对艾姆勒 有种种的传闻 包括呢是不是也接到 这个AI的水冷散热 包括是不是有跟大厂合作 包括今天的股东会 会不会有重量级的 新董监士入主 那当然你看到股价的部分 我们呢 姑且不说 后面的业绩跟消息怎么演变 那摆在眼前的现实就是呢 如果追高的人 今天呢伤很重 大跌了6% 1587急冒 那我们呢 在4月份带着家族朋友 大大的赚了一倍 而且呢 高档出清 获利了结 获利放口袋 那自从出清之后呢 我还至少连续三天 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要赚就赚 最好赚的一段 那接下来呢 操作难度会变很高 那你看看 其实呢 他在那个78 79 80 晃了好几天之后 今天呢 已经下烧到73块钱了 所以转眼之间呢 也有点盘叠转弱的味道 好 那至于说呢 机器人的部分 大家呢 一窝蜂的时候 你总是要保持冷静 当然我知道这不容易 因为呢 最热的时候 大家总觉得 好像是最好赚 可是呢 其实不对 最热的时候 代表是有 最凌乱的筹码 在当中缴获了 2359 所罗门 可以堪称为 这一波 机器人的 领头指标股 今天呢 因为他几乎啊 有前面4个小时 哇 都是在盘上 而且甚至是大涨的 结果呢 快速的半个小时 下杀之后 那代表 今天进场的人 前面4个小时 买进的人 全部都被套牢了 而且恐怖的是 今天爆出 14万张的大量 所以这个套牢的压力 恐怕一时半刻 难解了 难解了 那还有没有呢 有啊 再说下去呢 越说越伤感 5392能率 今天跌停板 2374加能 今天也大跌了 将近7% 好了 说到这边就好 那我们快速的 扫描了盘面当中 近期的人气股 强势股 其实 威洋老师 虽然有一点唠叨 但还是要再讲一次 最近一直给大家 做两个最中心的提醒 第一 你一定要注意 强势股 它的基本面跟股价 能不能匹配 我说这个就像是 基本面跟股价 对应的就像是 主人跟狗的关系 如果基本面 虽然有往上 但是速度缓慢 但是股价却已经 一口气冲到九霄云外 那就想把它看成 一只狗跑远了 它总是要回到主人身边 所以也许一些热门焦点股 只要市场有话题 有资金去炒作它 它可能还是能够 有一天两天 续墙的空间 但投资朋友 如果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做功课 或没有那么多时间盯盘 千万不要涨停板没赚到 反而吞下跌停板 一旦追高 一旦买在最热的相对高点的时候 这可能就会变成是 你明天以后的套牢持股了 第二个我们给大家提醒的是 轮动的节奏很重要 轮动的节奏 比方说 如果以十九大类股的架构来说 先前电子股占大盘成交比重 缩到不足五成 记得吧 当时渭阳老师怎么说的 那我跟大家提醒 其实当电子股量缩的时候 都是波段最佳买点 那转眼之间 今天电子股占大盘成交比重 回到了七成 是近期以来的新高 所以你会发现到 整个资金慢慢的重新的移动以后 结果当初炒高的重电股 电线电缆股 甚至营建股 现在全部都面临 跌跌不休的回等压力 那反倒是电子股就在 大家没有注意当中 悄悄的崛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 事先跟大家做的提醒 而且渭阳老师都不是提醒大家 一天一次 而是反反复复的讲了很多次 所以希望就是 你们在追逐获利的同时 也要先学习控制好风险 这样在股市当中才能走得长久 虽然今天的开场比较久 但是我认为这个其实 比接下来的各个产业 或新闻的议题都更重要 语重心长 希望你们能够吸收 能够听进去 好 我们赶紧回到 大家所关注的辉达财报 当然财报的内容 我不用再多说 今天整个上午你们应该已经 被媒体的消息轰炸了 我们简单来讲 市场一致认为 辉达的低级营收获利 其实都是优于预期 的确 它是优于市场预期的表现 不过有一位高级酸民 我把他的观点跟各位分享一下 高级酸民是因为 他是非常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人 不过他因为一直以来 就是喜欢酸东酸西的 所以我说他是高级酸民 但是渭阳老师对事不对人 所以没有必要去说这个是谁 非常知名的一个专业分析人物 他说因为辉达第二季的 这个财测的部分 因为这个预期虽然是成长 但是只会比市场的预估值高 大概五个百分点 相较于上一季 辉达一直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 上一季他的财测 是高于市场预期十个百分点 那上上季是高于市场预期 十二个百分点 上上上季是优于市场预期 二十六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回到三个季度以前 辉达他的优于预期的比率 从高二十六% 高十二% 高十% 到现在是高五% 他认为是节节下滑 节节败退 所以认为其实辉达的财测并不好 那我问各位 如果这是一个看空看坏的理由 那辉达从三个季度以前到现在 他的股价不就给市场答案了吗 涨到现在还在创历史新高 所以显然这个就是 无中生有的酸言酸语 就专门在鸡蛋里面 每骨头还要挑一根刺处来讲一讲 这个其实就是吸流量 吸流量 那我认为这个其实无关紧要 那重点是在于 能够优于市场预期 那就够了 因为就表示 接下来华尔街这些专业的法人机构 他们的财务模型当中 对于辉达的EPS跟目标价 都还会在有上修的空间 那虽然在昨天晚上 辉达的所谓的盘中的股价 表现并没有特别明显 最后是小跌 但是重点是财测公布完毕之后 反应是看盘后 所以盘后的部分 因为它是大涨了6% 而且登上千元以上 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可以料想得到 今天晚上的辉达 就会有好表现了 所以当然反应在今天的台股 大家不会等今晚了 就提早开始 这边想买的买 想卖的卖 大家就开始提前多空私杀 首先最直接反应的 我们知道灰达的晶片 在AI市场 它几乎是接近独占的地位 但是这个独占的背后 绝对少不了最重要的代工帮手 那就是台积电 所以近期外资法人 其实也一直在上修 台积电的目标价 那基本上目前看最乐观的是 花旗环球 未来12个月 看1030元 那另外汇丰看1025元 那其他的部分 大概也都已经调高到 900元以上了 不过请注意 外资讲的是未来12个月 12个月 不是未来12天 所以我觉得虽然说台积电今天又大涨 不管是盘中高点或者收盘高点 都是持续改写历史新高 但我真的没办法告诉你说 今年的台积电会不会真的来到1000元 因为股价除了基本面之外 它还有资金面 它还有心理面 就是市场的氛围影响 但我只能说 如果今年的台积电 它就来到1000元 那绝对是严重超涨 它绝对是超涨 但如果是明年以后来到1000元 那我就觉得它是合理的事情了 所以我一再强调 我希望台积电不要涨快 那当然对应的大盘也不要涨很快 现在因为台积电已经来到877了 所以市场上在讲1000元 好像也没有多大的兴奋 而且大家也不会怀疑 也不会觉得奇怪 但事实上 如果有人在2021年 跟各位说台积电会上1000元 你可以想象一下 当时会顶着多大的压力 应该会有很多酸民跳出来说 这个是不是要割韭菜 是不是又要骗人家去买台积电 那谁这么不要涨 不是不是 谁这么能够顶得住压力 竟然在2021年敢跟人家说台积电会上看1000元 我查了一下 发现原来是这位知名分析师 他是谁 专栏作家陈威良 是2020年 2020年11月 这是我在财经报纸 平面媒体的一个专栏部分 在2020年所写的文章 各位如果到网路Google都可以查得到 当时就跟各位提到台积电会上看1000元 所以我也算是委屈了4年多了 这4年来 当然酸民的留言我也知道 很多人都在说 哎呀 都骗人家去买台积电 假如啦 假如啦 我半开玩笑 你真的有被我骗到去买了台积电的话 今天应该要帮我按个赞了啦 因为台积电已经来到877了 没有人会赔钱的 大家都赚钱 所以我说呢 当你看到指数创新高很害怕呢 会不会自己的绩效或持股脱队 那打不过就加入他 所以今年指数有两大互法 一个是台积电 另外一个是鸿海 顺带一提啊 也许你们没发现 鸿海今天啊 收盘是创下波段新高 收173是他的收盘新高了 所以其实整个AI供应链 是不是会慢慢的又转回到 以这个一线的业绩股 或者龙头股为主 那最明显就是什么 你回头看看昨天我们的line的文章 或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提醒的 我说散热股呢 如果要走得更健康 一定要轮回来一线的 高价的 主要就是双红 齐红 高利 那果不其然 各位看一下 今天齐红大涨 接近涨停板 创下历史新高了 过前高 来到725元 那另外呢 高利今天呢 也接近涨停板 来到482元 那高利今天就是他分盘处置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呢 明天他就可以正常交易 那至于说呢 下一个买点会在哪个位置 哪个价位可以接 欢迎大家跟上脚步 那今天呢 当然广运的部分呢 有持续呢 拉出 涨停板创高的好表现 不过呢 这连续几天以来 广运的成交量放得比较快 比较大 因为呢 当冲客跟短线客 占蛮高的比率 这个部分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风险 那昨天呢 有跟大家分享了 关于呢 人型机器人的相关供应链股票 当然不是要大家去做盲目的追高 你可以看到今天 所罗门大幅度的震荡 所以呢 股票有题材固然重要 但是股价的位阶 当然也很重要 那还没有得到这份资料的朋友 你可以加入LINE 就可以看到完整版的资讯 那这个时间点 当然呢 最重要就是 好好地去盘点一下 手中的持股跟现金 因为呢 肋骨轮动 真的非常非常快 你们觉得最近是好操作 还是不好做呢 那任何相关的问题 都欢迎大家 可以呢 私讯温阳老师 我们进一步的交流 atstark888 这是我唯一的LINE官方账号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那么更多的操作 会建议广告 会来继续 再请蔚良老师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股市全文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蔚良老师 好 刚刚节目开场的时候 我们的话题 可能沉重一点点 因为呢 好像怎么大家扫描 都是今天比较弱的股票 但重点是 这些今天比较弱的股票 都是昨天以前很强的股票 所以这几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其实都有花时间 花心思跟大家提醒 股价 纵使你看到它很强 真的稍微要冷静一下下 去检查一下 它过往的财报表现 或者说它接下来的业绩展望 是不是能够跟得上股价 所以我说 基本面跟股价要能够相互匹配 那果不其然呢 你可以看到 机器人 散热 乃至于机壳 这些都是呢 最近非常强势跟热门的产业 那有些投资朋友呢 可能有停进去 那大概就可以避免伤害 但是呢 从这些个股呢 频频报大量 那也表示 有些投资朋友 终究还是忍不住 跳进去了 出手了 那我之前还跟大家讲 你如果现在去看一下自己 账面上的库存持股 尤其是那些 还没有赚钱的 套牢的股票 怎么来的呢 会不会就是 一个礼拜前 两个礼拜前 一个月前 当时也曾经是 最热门的强势股 结果你跳进去 反而接到最后一棒 比如说接到了重电 接到了电线电缆 接到了营键 接到最后一棒 那现在的散热 机器人 机壳 会不会 再过一个礼拜后 你又发现 有重蹈覆车了 所以才跟大家提醒 行情 机会一直都在 你看指数 还在创新高 没有问题 AI是主流 大家都知道 你知我知 阿公阿嬷都知道 但是 怎么去抓个股 怎么去踩节奏 这个就很重要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关于机壳的部分 8210情城 第一季的财报 非常的亮眼 那第二季以后呢 会有新的专案 开始出货 包括NVIDIA的 就是H200的专案 那还有呢 中国的AI客户 也有专案 都要开始出货 下半年的部分 则要进入到 GB200跟B100的专案 所以呢 业绩当然会越来越好 前面呢 股价其实从 323元 年初的高点 拉回过后 已经整理 打底了大概有 一个半月的时间 慢慢地垫高上来 突破颈线 那转眼之间 现在呢 也开始要靠近 甚至挑战 之前的高点了 那过高之后 就是历史新高了 所以呢 这种好股票 其实呢 之前在拉回整理的时候 你就呢 可以多关注嘛 当时我们跟大家讲了 这种好股票 整理就是买点 而且呢 你还可以慢慢买 不用急 不用抢 还可以买很多 买10张不嫌少 买50张不嫌多 那这样上来的话呢 这才赚得多 那反倒是呢 很多人呢 看到呢 强势股 想去追 追什么呢 比如说 3013 陈明店 陈明店 可不可以做 可以做 我没有跟大家想 不能做 但是我教大家 怎么做 我说陈明店 在这里 你一定要呢 来回做 短线 短打操作 那一下子95 今天跌到呢 87 一来一往之间 又差得快要差不多 8块钱 一张赔8000 十张赔8万 有那么多钱 可以赔吗 那还有人呢 再往呢 更小支的 因为更低价 5426正发 那这也是呢 饥渴股 那你 你不要跟我说 老师 这个也是AI饥渴股 是吗 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它今年第一季的财报 或者你看一下 它今年前四个月的营收 AI从2023年 就已经开始发展到现在 2024都要过一半了 正发的业绩还在衰退 你不要跟我说 它是AI股 如果AI随便都可以套用在 每一个电子股上面 那误会可能很大 那投资朋友要小心 所以呢 这边爆量过后 今天呢 已经呢 灌破了前天这一根 长红K的一半 中价失守 代表呢 短线转落了 所以这都是呢 操作的节奏 大型股 小型股 一线股 二线股 你一定要分清楚 那对应的策略跟节奏 也会不一样 好 那再来我们呢 给各位看一下 今天呢 很多军工股在涨 比如说8033雷虎啦 比如说呢 7402啊 2630啊 这些呢 都是所谓的军工股 6753等等 那其实呢 今天军工股 大部分呢 都有一点呈现开高走低 这个跟呢 中国的军演有关 那当然这种紧张的消息氛围之下 市场联想很快 就会呢 赶快呢 把资金转到军工股 那军工股呢 其实不是不能做啦 但是呢 如果你是因为军演的话 那记得 通常这种事件 反应啊 大概就是一天而已 大概就是一天 所以为什么今天军工股 会开高走低 因为呢 内行的有经验老手 都把它当成当中的题材而已 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是要买 好的军工股的话 你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资产负债表里面的合约负债 合约负债 如果呢 同时呈现计增或年增 大幅度的增加 那这个才表示 他真正有吃到国防预算的大订单 那反倒是哦 今天军演的消息 当然就冲击到观光 还有营建资产 那我认为这当中呢 营建股其实有蛮多 就是呢 同样合约负债大幅度增加 表示呢 他的建案销售的状况非常好 订单在手 业绩有把握 所以这一次的营建股 当然呢 在经过了拉回过后 会慢慢开始出现强弱分歧 有一些呢 在四五月份过度炒作的 大概就要休息 但有一些呢 拉回要注意找买点 比如说1446红河 它的姿态就比其他的营建股高很多 所以来到这里呢 指数算创高 但是族群个股走势越来越分歧 你要懂得怎么选股换股 那如果不会操作 如果选股换股有困难 欢迎你来遍或来序询问 给大家操作顺心 明天见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挺光评 我们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是个别有家 正常无不当制裁 为了利益关系 本节目正道 总共参考投资人 要独立判断 选深评估 并且支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操作胜利 我们再会